夕姐 你看一下这个文件 我是再检查一遍 还是 这个确认过了 直接发给她吗 哦 好 我看 我刚确认这个 准备发了 夕姐 王总 许总 林总监 小诚啊 爸 想不到你去了华生啊 这世界上有什么事 是想不到的呢 林总监可能还不知道吧 年初的时候 我们也向小诚抛过橄榄枝 只不过那个时候小诚说 他喜欢自由 不愿意入职任何公司的 这个我很好奇 这林总监 到底是怎么说服小诚 是啊 教我们几招 下回我们 再挖人的时候 也能派上用程 你是 王总是吧 我当时那么说呢 就是很简单地 看不上你们永运 可的话 怎么还当真了呢 那你要是 看上华生什么的 该不会是 是 林总监的手段啊 我们是早有耳闻了 这个传闻 说到传闻啊 我听说 王总 您是羽翼应总的高中师兄弟 前阵子还一块儿去打高尔夫来着 许总 许总 我听说 嫂夫人经常去那几家 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桌 去找您 是真的吗 不过 传闻就是传闻 都是些无稽之谈 只有傻瓜才会相信的 二伟说是吧 是是是是是是 请大家选进自己满意的 翻译公司 投入信筒 聊两句 好 怎么了 我担心我们和林希的关系 会影响对华生的判断 什么意思 从私人角度 我个人非常欣赏林希 但是从公司角度 虽然华生的实力强大 但是季天宇和永恋 对于我们的商业价值 和用惠力都不容小觑 我宣众你的决定 我宣众你的决定 各位 各位 大家现在可以进去了 这两个家伙 真不要练 走 诸位 投票结果已出 现在开始唱票 结音一票 结音一票 永运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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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天宇一票 华生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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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天宇一票 俄运一票 职账资本 季总 华生 什么情况都给了华生 我可不是没票了 我宣布最终的中标公司 华生 恭喜华生 林总监 恭喜了 恭喜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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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 我们永运三票 华生两票 就算最后一票投的也是华生 也应该是三比三平啊 我是孙董的特助 净格资本是羽翼的大股东 有双票权 我们决定投票给华生 所以最终的投票结果 华生四票 胜出 抓着 华生一定孤独时 我本来也觉得灵犀没问题 谢谢你都不知道 你刚才有多帅才 你的膝膏跟走上去 哎呀脏脏脏 一下就拿下了是不是 厉害厉害 还是你会夸 谢谢你 签约仪式结束以后 你们就派项目组进语力吧 办公室给你们准备好了 谢谢董总 客气 吃个早 谢谢 这下面还有洋糖呢 我问过毛助理了 羽翼没有重要去吃饭的规定 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就不劳您费心了吧 迷人不说暗话 你想干吗 你知 我知 我知 那我想干吗呀 你想都别想 这事 你还是做不了主 大叔 你这套 走得过时了 好 早上什么都没吃 垫一垫吧 好 没事我再起来 既然一天没吃东西了 就别碰生冷的 吃点舒适吧 我喝饮料就可以了 大叔 大叔 小芽 如梁